玉童花阳光会馆正式劫采 请用捷 光采希望玉童花到辽宜 花姐 花菜 玉童花阳光会馆正式劫采 欢迎最高购门正式劫采 在岛西顶南路生日后一会用功会馆 邀请到团内主要的辅助团队代表来为会馆开不增菜 这间会馆生日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结合社会国家的力量 最会来关心团内的几岁作均 希望让几岁民众可以感受到社会关怀和希望 我们人口外游非常多 因为我们提供就业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我们的主地都要去到外地头打拼了 所以老在我们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人 老人年口已经超过14%了 所以是相当的严重了 那当然也是一个最贫穷的现实 那因为老 因为贫 因为穷 所以我们的幸福指数非常的低了 感恩的日子前夕呢 我们力赛委员特别准备了秀康来心 要赐证给我们现场的我们的伟大的妈妈 分临官的外国新娘资所已经超过17,000人 不计过很多民众对外国新娘本身的国家 并不是很了解 在一头发用工会关顺着外冬当中 特别安排外国新娘来製造他们国家的传统美式 分享给以为民众平衡 现场要有出港的DIY单位 只要民众拿到3月份到4月份的发票5点 就会免贵参加 所有募集的发票要全部送给新议民关怀协会 跟外人同胸出进会 希望对这两个外国新娘团体有所帮助 市长帮我们很多 我们外节对我们都不错 他帮我们很多很多视频 阳光会馆还有帮助我们的幸福美满 非常很美满 他成立这个阳光会馆很有意义 拉入我们的新移民的一行 给我们有一个新移民的机会 来这里多一个窗口来求助 也造福给我们新移民 真的非常感恩 这个张委员他真的十分的跟一般的与众不同的人 就是他西里风格的新时代人员 所以我们是以长期的关照 非常棒 比较大人 除了传统的美食 在会馆里面也特别保抵了 中国、外南、印尼和泰国店 四个主要外国新娘的国家 有关文化、地理环境介绍 并且有这四个国家的外国新娘 亲到他们的传统服务 来为大家做感慨 和民众可以见到了解 在台湾地区这协主要外国新年国家 对他们的传统文化有所认识 外籍新年我们的台湾习户这么的多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 甚至对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想透过这个平台 我们日投花阳光会馆透过这个平台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他们的国家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背景 在台湾乡光会馆 第1集就在台湾厕城南楼九十八号 在会馆成立一后 每礼拜来会报两点到五点 都会议部的律师到会馆提供民众资讯 为民众改革各方法律上的问题 每礼拜三才起九点到十一点半 会报两点到五点 要婚伯有岁部专家和地政专家 在现场为民众提供专业建议 官员有需要民众可以多多利用